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8号星期日 现在在大陆的美籍的华人要开始非常小心了 中国官员已经通知了 通过各个渠道通知了美国政府 中国要开始在中国抓捕美国公民 是这样 华尔街日报说 他说有知情人士向他们透露 说中国政府的官员警告美方可能居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 以回应的美国司法部起诉与中国解放军有关联的学者 就像唐娟这些 要开始正式对美国启动的人质外交了 以前的这种人质外交对美国基本上是不采取这个的 一般来讲就是抓什么瑞典的 抓什么澳大利亚的 抓什么加拿大的 瑞典抓的是谁 瑞典卫民海 是吧 贵民海 然后澳大利亚抓的是什么 叫杨恒军 是吧 杨恒军 然后还抓了一个姓程的女的主持人 说是10岁就移民澳大利亚的 加拿大抓了什么迈克和康明海 现在开始就要对美国也要开始启动的人质外交了 以前对于美国公民还是比较照顾的 尽量不跟美国闹得太僵 但是就是说现在开始就不行了 说的华尔街日报说 说知情人士说 中方官员反复且通过多方的多个渠道 向美国政府代表发出了这种警告 包括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也得到了消息 中方的讯息是非常的直接 一点都不跟你含糊 就跟你说美方应该在美国法院撤销起诉 否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会突然发现 自己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这种东西真的是中国做的出来 没有问题 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说 我觉得他抓美国白人的 或者是美国这种非洲裔的可能性 非常的低 因为他一旦抓了美国的 如果是白人的外交官 像加拿大这种的话 川普跟特鲁多可不一样 你要是在中国 你敢抓两个美国的这种白的 然后前外交官 什么大使馆人员 那么川普就给你疯了 川普能不能给你干起来 南海就开盖了 他就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话 如果要抓美国公民的话 很有可能就抓我们华裔 我们亚裔 知道吗 抓像杨恒均 像什么贵民海这种人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抓这种人 在美国国内的舆论来讲 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 美国人可能不太关注 川普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可能就是说跟你去谈谈判 去什么的话 还没有那么的迫切 对不对 但是如果要抓个 抓个像康门卡那种 那搞不好南海就干起来 就打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说 我们这些大陆的 我觉得有很多大陆移民 拿了美国国籍的 还玩面往回跑 我觉得这些你要小心了 你要做事 要非常的小心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说不愿意就中方威胁 抓捕美国公民仪式 表态 说我们先不表态 不说也不证实 也不证为 但是他提醒美国公民 如果在中国遭遇商业纠纷 法院下令支付和解金 或者政府调查形势 民事案件的话 说你在问题解决之前 可能无法离境 就是你要做到新准备 你去了之后 你被扣了之后 你可能就走不了了 就跟康明凯和Michael似的 对不对 杨恒军现在看来 杨恒军这次我看搞10年起 不可能低于10年了 我们得到杨恒军这事 我还没有说 我们一会看看 杨恒军怎么说 现在得到一些小道消息 向杨恒军洗洗地 我看一看 前两天 前两天 在会员里边 说了一期 魏京生的私生女的事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事我也知道 这个事是绝对不能放在非会员里边说的 你知道吗 这个一定能够到会员里 我没想到在会员里 还给我引起来这么大的麻烦 有很多人来了 就跟我说 魏京生的事不要说 要魏老这么大年纪了 然后德高望重要给面子 我说在会员里说 会员里也不要说 你会员里多少人 你会员里对吧 也一万多人了 你说完了之后也是满处乱传 你这受了吗 对不对 说你不要再提这事了 我想想就算了 本来还想就是说 再找方先生 方先生对魏英生先生这事比较了解 我想想再做一期的 但是既然这样 也就算了 后来人也说这跟政治没有关系 人家家里的私事 对吧 但是他不是说政治迫害导致的吗 算了 然后杨恒军我也在想 杨恒军这个事 我也想干脆回来 我还也录一个放会员里边 因为杨恒军对于杨恒军 就是说几次在国内搞了这一些 他不是搞了一个什么组织 还参加了当时国务院举办的一个晚宴 这两个事 好像我们得到了一些比较内部的一些消息 证明实际上这两个事来讲 也不能完全怪他 这两个事里边有一些内幕 本来我想杨恒军也无所谓 就发在外边来 但是我在商量商量 在商量商量 我们看一看 因为杨恒军现在在海外 得罪人得罪的也是比较多 帮杨恒军洗地 可能也是要挨骂 不过我再想想 这事我再想想 杨恒军还是有可能发到非会员的 魏京生私生女 基本上就烂在会员里了 我看这意思就算了 你也知道海外 对不对 也有他的各种问题 这个我们再说 好吧 不管怎么着 我就说像杨恒军这样子的 就是说如果你类似杨恒军这种情况 你也是大陆人 然后你出来拿了国籍 你再回去 你很有可能像杨恒军这样 你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美国国务院也说了 问题解决之前可能无法离境 什么是解决 做完老就解决了 杨恒军 我预言的是十年起 后来我们请个嘉宾来谈杨恒军的事 这个嘉宾的杨恒军 嘉宾的以前 算是杨恒军的下级 算同事 反正级别比他低半格 下属 也不能算 其实科长 副科长 这种算是什么 也算下属 对 算同事 反正也算杨恒军算是嘉宾的老领导 我们请一个人来两家讲讲对杨恒军的事比较了解的 但是我想还是搁在会员里 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 里面涉及到很多人名 因为杨恒军牵扯人比较多 回来咱们再说 但是我就说杨恒军的 但是我认为杨恒军判十年 嘉宾认为杨恒军十五年起 到时我们两个看看谁说的对 他说的不会低于十五年 我说不会低于十年 到时咱们再说 所以我跟你说 如果你是类似的这种美国公民中国人 然后你又没事又喜欢 因为我们认识好多这种美国 就是一块来的 刘恒军和上海都半个入了集了 对不对 然后仗着自己入了集 就赶在推特上 在微信朋友圈里的 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你要小心 你回去了 给你搁那 把你跟杨恒军关一起 你知道吗 你等着染香给你们送饭 我跟杨恒军说 军哥 你看染香给你送饭 时给我也送一份 帮我也带包烟 是吧 说这意思 所以我建议美籍华人要小心 很有可能朝你们开刀和下手 因为我觉得中国目前来讲 就一上手直接抓白人外交官 我的天 我觉得他不敢 那么如果那样 那南海就开战了 那肯定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叫来 那可就不一样了 那就对吧 我觉得抓个美籍华人的话 对美籍华人 美国人他不关心 说是实在的 真的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这也是一个事实 或者像什么 叫什么 骆家辉那种 那种可能还能引起一些重视 要像杨恒军 我觉得像杨恒军这种美籍华人 如果在中国被抓了的话 可能也跟杨恒军似的 反正就说说表表态 但是并不会真的怎么样 对吧 你看他们也没有为了杨恒军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话说回来 康明凯和麦克尔 可是标准的加拿大人 你特鲁多是怎么回事 抓了两年了 一点动作都没有 对不对 你哪怕给中国加个税也行 对不对 你加个关税 你也是算你做点什么实事 就光拿嘴嘚 合着 天天光大嘴 一点行动都没有 两年了 一点行动力没有 好不容易今年能看见了 还要感谢川普 没有川普以来人都见不着 我都不知道特鲁多是怎么混的 算了 真心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